舞台上演员扮演绵羊装扮 活不有趣的表演 逗得底下小朋友是哈哈大笑 经常将海线巡迴演出的糖果儿童剧团 这就带来新的戏剧 期望无日国小 宣传性别平等的概念 他们是有一群很热心的志工妈妈 他们自己组成的 所以基本上他们本身除了会演戏之外 他们在推动阅读 他们是故事妈妈的一个养成 所以他来跟我们的婚妻房 整个无日区移动中有去表演 所有的费用 所有的道具 所有的服装 所有的内容 都是他们自己编排 自己想 自己出经费的 所以非常不简单 那这几位妈妈他们很用心 除了他们像去年 有个主题是反霸凌 所以在学校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主题 原来这个剧团是由大渡区一群故事妈妈所组成的 这群妈妈在两年前参加了市府所举办的戏剧工作坊 因此对舞台演出产生兴趣 后来大家组成剧团 从无到有自己DIY 眼前的场景和身上的服装 全都是自行设计的 而大家也充分发挥说故事的技巧 让小朋友越看越着迷 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 已经不是硬邦邦的课程 所以实际上透过戏剧的这样子的表演 这样子的观赏 小朋友用不一样的感受 我认为这种学习力应该会更好更强 剧团表示创立至今两年时间 已经在大渡乌日和隆景等地 完成了将近50个场次 希望未来能募集外界资源 将野出地点扩展到其他地区 说到海线地方的文化差距 记者红加红很少